歡迎收看每日資點新聞 美國佛羅里達南區聯邦地區法院 法官坎龍批准任命獨立監察專員 審查聯邦調查局人員 從前總統特朗普住所海湖莊園查獲的文件、 個人物品以及可能涉及律師和客戶保密特權 或行使特權的材料 法官還暫時叫停美國司法部審查 或使用從海湖莊園查獲的物件 以待完成審查 儘管遭遇司法部的強烈反對 但法院依然作出該項決定 司法部此前已表明不同意委任獨立監察員 因為司法部以就部分涉及機密的文件內容 作出審查 英國首相約翰遜在唐寧街10號 發表他作為首相的最後一次演講 約翰遜呼籲郭文支持下任首相卓慧斯 但不忘強調他在任期間取得的一些政績 例如完成了英國脫歐 英國是歐洲最快推出疫苗的國家 還強調了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入侵的工作 早期就為烏國提供武器 新冠肺炎疫情後的經濟復甦等等 約翰遜還對被迫離開唐寧街10號表示了一些不滿 他說在這場政府的接力賽當中 他們中途改變了規則 就形容自己是完成工作的火箭阻推器 而且已經完成了工作 他開玩笑說 我會輕輕地重新進入大氣層 並在太平洋某個偏遠而無名的角落 悄悄地說下來 卓慧斯成為新一人的英國族首相 英國媒體形容他上任後並沒有蜜月期 面對很多難題 一起和巴西部總編輯你和談談吧 你和你好 你好 英國媒體形容卓慧斯勝選後等待他的不是掌聲 而反對黨也預言他未來的表現會很糟糕 英國即將到來的不滿之東 將會對一位缺乏經驗的政府手錄的重大考驗 這是BBC對卓慧斯的形容 BBC的報道說 有82.6%的保守黨成員參與了投票 卓慧斯獲得了81,326張選票 而新委成獲得了60,399張選票 大約是57%的有效選票 是投給卓慧斯 BBC形容這個差距可能比一般人預期的更接近 相比之下 約翰遜在2019年贏得了66.4%的選票 而卡梅倫在2005年贏得了67.6%的選票 得票率都高過卓慧斯 而事實上自從保守黨 2001年實行新的內部選舉規則之後 在卓慧斯之前 沒有一個人以低過60%的得票率 贏得保守黨黨魁的職位出任首相 而等待著卓慧斯的並不是鮮花和掌聲 反對黨就第一時間潑冷水 蘇格蘭民族黨當日就預言 卓慧斯將會比約翰遜更糟糕 並且敦促他在降低生活成本方面採取切實行動 而自由民主黨已經敦促他提前大選 認為卓慧斯領導之下 他們英國將會看到更多 和約翰遜執政期間一樣的危機和混亂 而英國民調機構上月底的一項調查顯示 受訪者當中只有12%的人 認為卓慧斯會成為一個好首相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他是很糟糕 超過53%的受訪者對卓慧斯 解決英國當前的問題並沒有信心 英國工黨在民調中就獲得43%的支持率 比保守黨領先15個百分點 創下了工黨對保守黨近9年來最大領先優勢 卓慧斯的受歡迎程度也並不如工黨領袖 司己言 英國財政研究所所長就警告說 卓慧斯的減稅計劃將會進一步是助長通脹 每日電信報就說 增長緩慢並不是英國面臨的唯一問題 通貨膨脹正在飆升 預計到了20%以上才能見頂 英國正在掙扎 經濟衰退正在逼近 預計衰退將會持續一年以上 犯罪率也上升 移民數量激增 與此同時英國的國家醫療服務體系 同學校正在努力應對新冠肺炎大流行 可能遺留的問題 能源帳單翻了至少兩番 意味著很多家庭和企業 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 在這樣的背景下 公共部門可能會發生更多的罷工 警方就正在為可能發生的內亂做準備 每天電信報就感嘆說 英國正是走向衰退的邊緣 與此同時 它的前殖民地印度 就超過了中主角 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而英國的iNews網站就形容 卓維斯可能是60年來 任期最短的首相 自從戴卓爾夫人1979年上台以來 英國經濟從未陷入如此嚴重的危機 卓維斯似乎沒有辦法享受 任何類似物預期的執政時間 而道夫環球顧問政策研究主管 亨托夫認為卓維斯注定會失敗 至於《華盛頓郵報》就說 很難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47歲的卓維斯 是一位多變政治家 在加入保守黨之前 他年輕時是一名自由民主黨人 主張廢除君主制 同樣地在他成為硬撐脫歐派之前 曾投票支持英國留在歐盟 他擔任英國外交大臣期間 是可靠的北約盟友和烏克蘭的支持者 對於俄羅斯和總統普京的姿態可以說是強硬 雖然在莫斯科他就不太受歡迎 但在布魯塞爾他也沒有多少粉絲 歐盟的領導人將他視為一個 反歐洲的機會主義者 使得英國在和這個擁有27個國家的集團 離婚之後的關係變得更加差 特首李家超今天在記者會上回應有關外媒 彭博新聞早前的報導指 政府團隊在防疫工作上團結 每個人的工作關係愉快良好 官員會將政策利弊拿出來討論 令政策在推行時保持一致 他又指整體防疫政策是充分討論後 作出的最好決定 原則是以最少的代價達至最大的效果 11月將會舉行國際七人籃球賽和金融投資峰會 被問到政府會否向來港參與國際活動的人士提供特別待遇 李家超沒有正面回應 僅是指防疫政差按照實際情況和數據決定 特區政府防疫有五大原則 包括不躺平、減少重症和死亡、保護高風險人士 以精準方式適別不同人士的風險 以及平衡防疫風險和經濟需要 防疫措施基於五大原則作出改動 和過去的政府有不同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咸今天主持社會福利界 首場有關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 建議的持份者網上諮詢會 川玉咸指 立法建議只在透過建立強制、舉報機制 以其及早識別及有效介入虐疑的個案 有關規定涵蓋五個主要範疇包括受保護對象 指定為強制舉報者的從業員類別 需舉報的懷疑個案類型、罰則水平 以及如何保障強制舉報者的權益 政府會在本月繼續舉行多場持份者的諮詢會 花政策局工作小組會真誠聆聆聽各方意見 諮詢完成後研究意見會盡快向立法會提交法案 《衛生防護中心》證實香港出現手中喉斗輸入個案 一名昨天抵港的30歲男子在華美達海景酒店檢疫酒店感到不惜 送去急症室檢查治療並出現喉斗相關的病徵 在瑪麗醫院留意病人今天確診喉斗核酸陽性 當局強調病人並未入到社區 一名男子來自菲律賓 前伏期曾經進行高危活動 但沒有接觸確診者或懷疑喉斗的患者 疫情嚴重涉及多個醫護人員及病人感染群組 香港護士協會表示早前醫管局向員工發放聚集指引 有會員指出有關指引並不清晰 互協其後去信要求局方澄清 今日互協公開醫管局的回復 醫管局指有關員工指引指在保障員工及病人的健康和安全 並提醒員工須遵守相關法例 指引提醒員工不應安排或參與餐飲和其他聚會 接及大批員工聚集 當中參加者在沒有佩戴口罩情況下進行互動 又鑑於疫情反覆 醫管局有必要採取措施 確保醫療系統有效運作 避免因為集體感染或檢疫 影響服務運作 醫管局有提到 希望同事明白身為醫護人員 在疫情期間應該以身作則提高警覺 盡量避免安排或參與大型聚會 這樣不僅有機會違反防疫規定 亦有機會影響服務運作 為其他同事造成沉重的工作壓力 政府今天公佈 延續現行社交距離措施 生效日為本月8日至21日 同時因應疫情嚴峻 政府會嚴格執行各項防疫抗疫管控措施 以進一步遏制疫情 防止醫療系統崩潰 並盡可能避免需要採取影響較大的收緊措施 今天的每日焦點新聞說到這裡 大家好 巴士的步的新服務石樓台 已經推出了蘋果和安卓APP 訂戶可以用APP 來下載石樓台的獨家內容 不用連接網絡都可以離線收聽收睇 我李童和盧永雄 在石樓台不僅和大家一起 拆局、評論、分析時事 還會和大家分享我們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 有朋友問為何我們叫石樓台 其實石樓是超級食物 對身體有很多神奇的功效 例如抗氧化等等 我們希望石樓台成為你們頭腦和精神的超級食物 令到你們的眼光更獨到 視野更廣闊 石樓台是你們的超級精神食糧 你也可以去石樓台看看 在畫面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石樓台連結 就可以瀏覽石樓台的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都可以找到石樓台 多謝大家支持